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洋科技博物馆结合周边景点及科技打造光雕秀及灯饰意象 3月15号晚间在台湾水准原点进行鱼路点灯光雕启用仪式 从区域探索馆到朝静公园沿路设置了8个异象灯区 一直到5月2号为止每晚6点点灯 要让民众感受海科夜未眠之美 鱼路点灯光雕正式启动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周边的场域也一同亮起来了 请大家留步在台上 鱼路点灯正式启动 黄蓝白三种颜色为主题 象征渔船 渔网 海浪及渔群的三层意象 其中设在八斗子的台湾水准原点也出现了光雕秀 抽象线条表达测量工具发射的讯号 与山脉之间的交互作用勾勒出台湾独特的地貌 内政部在基隆八斗子这边有设一个台湾水准原点 那这个水准原点呢 事实上它是整个台湾高层起算的起算点 所以台湾哪个点高层有多少 都是由这个原点开始起算 那我们也感谢跟海科馆这边的一个合作 能够把这么一个比较高科技的一个生硬的一个科学的东西 透过这样的一个科普的方式 让民众 让台湾的民众能够了解 能够知道我们这些内政部的这些业务 感谢我们凯科馆的这边的一个协助 谢谢 水准原点事实上在每个国家都是只有一个 例如在日本 或者是在东京有一个水准原点 那台湾呢 就选择在基隆一个水准原点 海科馆鱼鹿点灯 15号晚间举行点灯仪式 透过光雕展示 主要出说人与海之间的相依相惜 八个光雕点灯 分布在海科天桥 水准原点 平浪桥 潮进公园 潮进智能海洋馆 及区域探索馆 那其实是把整个海科馆的狼带 从我们区域探索馆 再到水准原点 再到潮进公园 我们即将开幕的智能海洋馆 这样有一个三大点的这种 这个地方 那我们总共是设计成八大展区 那透过刚刚在讲光雕的模式 那其实在倡议着 我们在讲渔路 渔它走的这个路 跟我们这一个渔民 它捕渔的路 其实就是相仿的嘛 那也就是说再讲一个生命 它的源头 从这个最原始那边过来 然后走过这个渔路 这个可能是 它在生存的时候 它需要一些养分 那再来就是到海洋 整个最后能够在那边 悠有自在的生活 那其实把这些元素 如果融在这光雕的八大特展区 我们就是会用 类似像我刚刚在讲 生命原点 这个渔网 那捕渔的这个状态 那我们整个除了刚刚在讲 那几个点有这个光雕 30分钟有光雕袖之外 那像水准原点这边 就是因为跟地震 内震部地震师合作 抽象的概念去展现 它的这个 我们再讲水平面跟水底下 这整个情境 那再到我们潮进智能馆那边的时候 我们就是会去展现 这个海洋 这个雨种 那边的一个变化 那这中间的廊带包含平浪桥长潭里这渔村 一直到我们去探索馆 我们就会透过刚刚在讲这个路边 我们尽量就用渔网的模式去把它展成 然后再甚至是树 这个我们周边的这个绿印的这个树木 我们也去做很多不同的这个灯光的一个铺 那希望借由这个渔路点灯这样一个灯光秀 整个的这个展成 那为我们基隆市的城市博览会 这个开第一炮 那其实这个第一炮更重要的是 它是一个起点 它从这个起点开始之后 其实也更进一步让大家知道 其实我们人类跟渔民跟这个海洋 其实整个是相依相赖的 是息息相关的 也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 能够化解大家能够爱护我们的海洋 点灯仪式邀请了市政府市议员及地方里长出席 这项点灯仪式也是替接下来市政府城市博览会打头阵 这次2022的基隆这次城市博览会呢 从4月22号到5月2号 那我们是以整个基隆市的城市的规模来做一个策展 当然我们这一次不管A展区B展区到C展区 都有非常特色的这些展览 那其实光雕呢在每个展区里面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今天是C展区海科馆以这个鱼路点灯的这一个部分先开始 那在C展区其实我们的策展主题是以这个生存生活生命 这样的一个概念呢来谈论整个我们的海洋的这个环保生态 以及它的永续的发展 所以我想这一次的这个点灯呢 也是在所有的展区里面 第一个先开始的活动 那以台湾水准原点以及鱼路的概念呢 它有这个点灯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呢 有八个区域做一个点灯 所以我想这个是在基隆也是结合整个在历史 包括起点城市这样的概念呢 去进行这个点灯 那这也是我们第一个点灯的仪式 那在我们长台渔港周边 海科馆周边这边做一个点灯的仪式 那打亮这个在路边这个台湾水准原点 那这个也是一个科普的一个部分 因为很多人过去都没有注意到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记号 那感谢海科馆这边在陈伯会的期间 那今天打响的第一炮 那点亮了我们这个长台渔港 还有我们的平浪桥 还有最重要的台湾水准原点 鱼路点灯光雕活动将在每晚的六点到八点启动 台湾水准原点及潮进智能海洋馆外的灯光秀 则是假日每半小时展演一次 欢迎民众来基隆感受海洋月夜之美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每五年举办一次的工业及服务业普查 将在今年六月登场 金融市工业及服务业普查处先行成立 预计将动员176名普查人员 在一个月内访查全市一万九千多家业者 为了方便业者 5月18号起开放网络填报服务 由于普查资料将有助于 国家经济政策研究与制定 金融市政府方面呼吁业者支持配合房查 请接牌 在金融市副市长林永发与金融市政府主计处长 采访处长及民政处副处长等人 共同接牌下 金融市工业及服务业普查处正式成立 这项每五年一次的大型普查活动 今年迈入第十四届 主要目的在于了解工业及服务业最新发展数据 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研究及制定的参考 商业随着时代的变化 然后再发展 然后它的对国家的政策相关 也经济的发展 这些都有很重大的一个需要去支持的 那我们普查最大的用意就是了解 它的相关的发展情况 然后把这些数据可以作为 不管在研究在政策 然后相关的一个基础的数据 基隆来讲 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台北市整个的 狼带的发展 那这个趋势也是透过这一个普查之后 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数据 各区普查所将于3月21号成立 正式普查时间则从6月1号到7月31号 为了方便受访业者 5月18号到6月30号开放网络填报 实际普查的日子 我们会在6月1号到7月31号来实际举行 那为了大家的方便 我们也有网络承报的一个方式 会从5月18到6月30 那我们希望在我们与基隆市范围内的 我们大概有将近2万家 1万9千多家的这一个工业及服务业的 那我们希望把这一个的资料做完整 受到近年诈骗事件频传影响 为了降低受访者疑虑 普查员会随身携带证件证明身份 金融市副市长林永发呼吁受访业者配合 让这项攸关国家经济政策制定 重要依据来源的普查活动能顺利完成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导 齐鲁区从校街42项213户的居民 多年来饱受水管老旧水压不足的困扰 当地永安里里长陈军志向议长蔡旺年反映后 议长亲自协调水公司一区处 耗资420万元进行管线态换等工程 彻底解决用水问题 让当地住户非常感谢 居民们大声喊出油水真好 也用掌声有种感谢议长蔡旺年的大力相助 让他们多年来供水用水的噩梦彻底解决 我们李处长和李处长处理得很慢慢 我本来水都不够 尤其水之苦 我想大家都有感受 这次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议长 我们助长大力的来协助 让我们42项水的问题 贷款一边解决 这是我们的永安里礼民之福 用水和用电是两大民生问题 七堵区从校街42项213户的居民 多年来饱受水管老旧水压不足的困扰 必须自备加压设备 否则二楼以上的自来水打不上去 当地永安里长陈军志 向议长蔡旺莲反映这个问题后 议长亲自协调水公司一区处处长李沁鑫 水公司也很阿萨里 耗资420万元进行管线态换等工程 从已经使用40多年老旧小口径的塑胶管线 改为大口径的不锈钢管 水压足够直接送上六层楼高 两个月内完工后 彻底解决多年来困扰的用水问题 所以透过里长跟议长这边的反应 我们就快速在去年的过年前 就把它钛换成管径100口径的管线 那它增加的水量跟水压都有明显的提高 尤其水压的部分从0.8公斤提升到2公斤 这个概念就是从2层楼提高到6层楼的压力 努力之下一直去拜托我们水公司 我们李处长 李处长心难答应全力帮我们这个忙 所以真的今天特别来这边验收整个程序 跟所有的居民报告整个这个从开始到结果的这个过程 那我们水公司算是非常辛苦的 那起码今天非常的欣慰 可以让所有42项的居民们 大家有水 不共匮乏水的这个饮用 所以我身为一个名义代表 跟李处长一起 我们心里非常的安慰 然后对他们有一个交代 尽我们一点这个名义代表的这个 该做的这个义务的事情 议长蔡旺廉也感谢自来水公司 一区处处长李庆兴的大力帮忙 用最短时间完成自来水管线态换工程 减少工程期间民众住户的不方便 同时一并重铺巷道平稳舒适 让居民们好开心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七土区重置桥因为绣食和长青苔 让民众担心安全及观感问题 市议员杨秀玉特地邀请了 市政府相关单位办理会刊 要求在桥梁安全无余的情况下 先除锈并且清洗整座桥梁 让民众安心 七土区重要的桥梁重置桥 红色拱桥式的外观 远看非常漂亮 近看却因为绣食和长青苔 看起来已经老旧的情况 让民众相当担心安全 以及观感的问题 市议员杨秀玉接获反应后 特地邀请市政府土木科 以及七土区公所和当地里长一起会刊 土木科科长表示 目测桥梁没有安全疑虑 而杨秀玉则要求 不只要确认安全无余 至少也要先除锈 并且清洗整座桥梁 让民众安心 今天不是为了安全问题 但我们赤榮是重要的 我说清洗 我先来清洗 再来经费来 先经费去治愈 有个公议 先把这班教设设计 这班教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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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秀玉也希望市政府方面 尽快再规划重新油漆 整座重制桥 不仅可以防锈 也可以提升重制桥的 整体景观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同样在七路区的光明路 与明德一路 被当地居民称为恐怖路段 因为这里路幅比值车速快 日前就有摩托车与汽车发生差状 居民说几乎每个月 这里都会发生车祸 感叹光明路一点都不光明 家居家用队方面则再次 呼吁驾驶人行经光明路时 要减速行驶 笔直的马路上 机车快速奔驰 但来到路口 突然拍到机车和汽车 发生冲撞 再看一次 轿车已是要左转 和执行的车辆发生了差状 骑士当场倒地 送一急救 根据民众提供的监视录影带 我们可以看得到 那个摩托车是执行 那我们自小客车是转弯 在那个路口 是有左转保护时向的 所以我们的汽车 应该是执行箭头率的时候 左转 是属于卫一号制转弯的一个行为 在这个部分 是要负担相当大的罩折 我们在很多转弯的路口 我们都可以看到 有那种保护时向 绿灯会先亮 或者是有箭头的绿灯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依照 号制的指示来行驶 像这样的惊险画面 其实在这里经常上演 邻居住户看了胆战心惊 事故发生在基隆七土光明路 和明德一路交叉路口 但光明路根本一点都不光明 这个路口听说车祸很多 是抢快还是不小心 有的是抢快 有的是护育的不小心 光明那个路口 那边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 而且那边是没有进行大型车的 其实在车流量大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 我们身边车辆的安全的距离 跟间隔 还有号制的时向变换 不然很容易造成非常大的伤亡 因为光明路相当比值 车辆从两侧过来 车速都很快 原先狭窄道路脱宽之后 没想到变成容易出车祸 提醒驾驶人 小心驾驶 以免危害自己及他人的安全 记者 黄少铭基隆报道 慈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 直脚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任养 到了慈云寺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参拜哦 您知道吗 在隆盛国小 几乎每位孩子都会种高丽菜及玉米 最后还能品尝最新鲜的味道 而原本怕虫的孩子 现在都能尽心观察 从带庄植栽 到饮菜共生与鱼菜共生 让人看见史隆教育的魅力 高丽菜因可说是高丽菜的第二次采收 采收前得先抓虫 要验试怎么找害虫 第一找找 这些像这样子叶子有没有动 有动的话就是这种害虫 害虫害的 原本怕虫的孩子 现在都能尽心观察 种出来的高丽菜成为可口的佳肴 孩子们很有收获 其实我自己种的高丽菜 我觉得很好吃 我有学到很多知识 我觉得很有趣 说起栽种 小朋友们嚷嚷上口 不管是前阵子采收的高丽菜 还是正在育苗的玉米 每一步骤即会碰到的困难 孩子们都迎刃而解 玉米种子是在二月的时候种下 然后三月的时候定植到梅子代理 五月的时候采收 总共九十五天 其实小小玉米苗它长大过后是 比人还要高是两百公分 春天培育玉米 秋天培育高丽菜 已经成为一套教材 不只这样 在六年的研究试探下 吴明德老师也成功打造一套 饮菜共生系统 看见鲤鱼与鲸鱼悠游 小朋友都很着迷 这是一套饮菜共生的系统 它也是饮菜共生 我们同时养的那个蚯蚓还有养鱼 那鱼有大便 那蚯蚓也有大便 这些都可以提供植物的养分 这里面满满都是蚯蚓 其实落叶都可以提供蚯蚓的养分 食农教育成果不只在校园内发光 看着已经冒出头的玉米嫩芽 正准备前往其他学校 容胜国校在校长支持与老师努力下 现在也协助有兴趣的学校老师 一同来感受大自然的魅力 让孩子认识食物源头 打造充满趣味与魅力的食农教育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战地宽广的软软运动公园 有一处近两年多次变更设计施工的儿童游戏场 不少民众都在敲碗等待 教育处方面表示 如果天气配合通过验收 预计4月即可开放使用 等了好久 暖暖运动公园内的儿童游戏设施 流滑梯 六望台 攀岩墙 这一项像已经完工 等待验收的游乐设施 令人引颈期待 一旁的人造草坪小山丘上 已有亲子躺在上头享受日光雨 我们暖暖运动公园的游戏场 在3月初已经完成了竣工 那目前看到的是已经完工的状态 那在今天已经办理了竣工的查验 那后续就会有正式验收的动作 那他在报竣工的当天 也已经请了儿童游戏的检验公司 到现场来勘察进行第一次的检验 那还有部分的小缺失待改善 那这些动作都会在3月底前完成改善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 我们目前也在进行人工草皮的清洗 到时候可以提供给民众 更舒适的游戏空间 如果天后允许的话 这个整个游戏场就可以在4月来开放 提供给民众使用 厂长叶雅琪与相当关心进度的市议员 林敏勋夫妻三人亲自攀爬 因为体验过才能真正了解需求 这个游戏其实在2年前开工 那一路以来到这边 进行了很多的一个变更的设计 然后把这个环境变得 就是游戏的丰富度啊 然后包含整个整体场域的环境变得更好 所以说花了两年的时间 那包含其实一年半以前 我们在这个市议会 敏勋就有提出这个市政考察 那也带领了我们很多议员 来到这个地方 那因为这个地方未来会是整个 金融市甚至是整个北台湾 非常好的一个休息的公园 那因为它包含了这个 有年间暖冬苗圃 这个生态园区这个教育基地的 这个暖暖运动公园吊桥 那结合这个运动公园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休息的一个场所 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再特别来看 那很高兴说这个工程总算 在这个月已经接近完工 那目前正在验收的状态 那就是说这个验收完毕之后 然后那个安全系数的检验都OK之后 我们预计会在四月份 就来这个办理开放 然后让我们所有的小朋友 都可以来到现场来玩 那也很开心我们这边 还同时有争取到 我们后方的这个 亲子的厕所 让小朋友跟爸爸妈妈在这边玩 如果想要上厕所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亲子厕所可以来做使用 那包含整个儿童游戏区里面 其实它的邮居的丰富度 也是非常的特别 不只是儿童游戏区 那其实接连旁边的 我们的网球场 我们的篮球场 以及我们上面的溜冰场 现在也都申请到经费 正在做这个规划改善 也正在施工当中 那未来我们这些场地的铺面 都会全部重新的更新 那包含这个 晚上的夜间照明的设备 也会一并来做更新 那会就是一个很好 让大家爸爸妈妈来运动 小孩来这边放电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场域 共荣市游戏区包括了 攀岩网 攀爬神 攀爬快 寒管 滑桿 沙坑 鸟巢式荡秋千 还有一组结合神网通道的溜滑梯 等待验收通过后 预计4月开放 让大小朋友在 缤纷多元的游戏区 安全玩耍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受到疫情持续 及上个月连续下雨的影响 到3月15号为止 除了B型外 其余4种血型 都不足7天的安全库存量 金融邮局 因此与台电金融区营业处 方面合办奸血活动 号召大家踊跃奸血 结果一天下来 达到了破纪录的201代 希望能帮助更多 需要帮助的人 奸血车上 民众热情晚秀奸血 这是由金融邮局 与台电金融区营业处 方面合办的奸血活动 由于受到疫情持续 及上个月 北部地区连日大雨影响 到3月15号为止 除了B型外 其余4种血型 都不足7天的安全库存量 因此两大公营企业 携手合作 号召大众踊跃奸血 金融邮局局长周哲范 更亲自带领邮局同仁 上奸血车奸血 基隆邮局为了要发挥 我们热心服务社会 回馈社会的理念 3月份是我们 邮政受险的捐血月 所以特别举办了 这一个捐热血 有爱心的活动 是希望盼这个活动 可以 可以号召更多的热血人士 一起 晚袖捐血 做公益 数十位台电 基隆区营业处员工 也前来基隆邮局 爱山路之局前 以实际行动 响应这项公益活动 因为在这段时间 疫情的关系 各个血库 都有出现血荒的现象 那这一种善行易举 我们虽然台电是 一个协伴的单位 那我们也是要来共襄盛取 那我们希望说来呼吁一下 我们做一个抛砖引力 呼吁一下 大家踊跃来捐血 从事这个 这个有意义的一个公益活动 在大家热情支持下 一天下来累计兼出了 201代血 打破历年纪录 基隆邮局与台电 基隆营业处方面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能有效 输解血荒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张祈腾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吉隆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 脸书及YT订阅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 FM96.9轻松电台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张祈腾 祝您一切平安 再会 欢迎订阅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 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明镜需要您的介绍